台湾警销人员 多项考验 更得熟悉各种专业的知识 而面对每一项艰巨的任务 他们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 随时保持专注力 以及冷静的判断 维持请首要条件 在生死之间 他们更不容许有一丝失误 而今天 我们请来了 29位不同地区的警销精英 进行厮杀 他们将上演激烈的致力对决 谁会是本周最聪明的警销精英 10万元 倒数开始 欢迎收看本周的警头脑 前期期播出观众朋友 回响非常地大 说我们的题目已经渐渐地 这个level有提升了 有越来越难 我们总冠军可以获得 10万块的关系 还有美丽性酒店 是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在 在这个益销 不是益销 消防队 还有警察 服务单位的 人家说我们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他们到底够不够聪明呢 今天呢 要看他们好好的表现 欢迎29位 欢迎 有的还穿制服来 压力蛮大的 您现在看到那个藻红色的 通通是消防队的 我看他们的姿势 就占得是非常的挺 对 警察的象征是鸽子 那我请你问一下 消防队是什么 我应该知道 我以前在消防队 你当然知道 你在消防队待过啊 不是那个吗 凤凰 凤凰 对 那是浴火凤凰 真的吗 对 你这样谁知道是演凤凰 我们以为你演陕西艺人 比较鬼 对 我们可以站那边好 来 好 这边还有艺人来参加的 艺人参加的是 NONO 嗨 瓜哥好 姐弟好 你好 今天是警察来 对啊 很符合我的个人的形象 是 你是 长得非常的端正 一脸正气 我现在后面啊 就插几个照相的图格啊 让他一人抓我一边是不是 是 你家里 因为我 我有啦 有亲戚是警察 这样子 但我 因为本身当兵的时候 我当宪兵 然后宪兵有军中警察之称 对 而且我当兵的时候 我是便衣 我有一脸是便衣 所以都是跟警察一起合作 对 警察跟宪兵要一起合同 要要要要 因为人手不够或破一个案子的时候 对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 因为有些是民众 所以你要汇动当地的管区或是警察 还是要先报备 这时候合作的时候呢 宪兵是要听警察的指挥吗 如果对方是军人的身份的话 就会有我们上级的那个宪兵官 这个案子看案子 谁的主导是宪兵还是警察 对 就是那也要那个涉嫌人的身份 对 比如说他是一群比如说是枪击犯 但是里面有一个是军人 那他就要有惠同 一起去共同执行这个任务这样 那你的经验还蛮丰富的啊 很多啊 我还有去那个去彰化 把那个陶炳押回来 炳炳呢 您是 我现任检察官 哎呦 演的是检察官 对 我现在会站在这边原因是 因为我在系里面就是扮演检察官的角色 这种身高在当兵也是一对的吧 原本应该是 对 但没有参与到那个部分 这位新人叫李莉 哈啰 瓜哥好 我是丽云 丽云 你好 丽云姐好 你好 可是您跟警察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警察 她今天有来到节目哦 哦 妈妈是警察 在哪里 大家好 我是丽云的妈妈 我叫李沛诚 你好 你好 妈妈你好 上面看的一线四星啊 是 对 那您是警察大学毕业了吧 不是 我是在监狱服务 女子监狱服务 算是预政系统的警察 预警师 对 对 哇 那你对女人会不会很严格 很严格啊 真的吗 我觉得还好 可是她一直觉得我管得很严格 所以有落差 你会九点就叫她就是要进去了 之前是十点 十点一定要到家 不然会被骂 然后更严重的话 你这里会放一把锁 然后她进房门就把她锁起来 一直把她锁起来 然后吃饭从洞里面这样 喂 晚上会晚上点名吗 就十点一定要到家 然后你出去他都会问你 你要去哪里 然后跟谁出去 几男几女 然后还有那个同学啊 你们是什么关系 然后什么 有没有朋友的朋友啊 什么的 你今年几岁啊 加十八 今年十八 那还要管吧 还要 你准备到几岁再放她假释 嗯 应该说 假释 嗯 慢慢的啦 因为之前会那么严格 是因为她在国中高中 很怕交到比较不好的同学 嗯 不好的朋友 所以会限制比较多 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的关系 所以会知道很多都是在国中高中的阶段 因为认识了坏朋友 所以就走了不对的方向 所以就会比较谨慎 这边的警察 我们最高官阶里有没有二线一啦 有有 这里有 哪里 这里有 有一个巡官 哦 二线一 这么年轻啊 颜伟任 你好 麦克风 二线一一定是警察大学出来的 是 对 您专攻的是 我们是 我是那个公共安全学系 主要是研究那个 那个与 那个国际方面事务 以及与那个大陆关系相关的科系 是 没想到警察也会紧张啊 对啊 这 教理是不能紧张 不要这么紧张啊 因为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坏人 他就不会紧张了 对 这集很爽啊 就换我们来询问他们 平常都他们来问我们 二线二新的 23号对不对 哇 这个是二线二新 吴晃德 这已经是主管的嘛 是我副中队长 副中队长 你好 你们今天来警局里面都同意 还是你们的工价 还是你们自己本身有的假期 我个人是利用自己轮休过来的 对吗 那其他我就不太清楚 其他都不知道 你有看过这个节目吗 有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哦 所以也是想 看哪天有警察的时候 你要来 有 我第一天我就报名了 是 但是打了很多次 电话都打不进去 你看警察也不敢用警察的职权来押我们 你不可以你试试看好了 没有 他们还是等待 特别他们已经都知道他 因为有监听嘛 喂 那这个就不公平啦 刑警 陈志豪你好 志豪你好 对啊 刑警随时要待命 你今天来参加会不会到时候 就电话一来 是 我目前任职在 蓝头县政府警察局 刑警大队的科技犯罪侦察组 所以我们的任务 比较算是资源性的 所以 而且这次来参加 这个镜头脑的节目 有跟我们的大队长报告过 我们大队长要有权力以赴 是 权力以赴 有长官的姿势太好 你知道他做什么 CSI 他犯罪鉴定的 对不对 科学鉴定 什么指纹 在做我们主要是 剑士的刑事主要是在做 我们数位证物的剑士 按那个剑士课的话 比较朝向说 尸体方面的剑士这样子 有一点点差别 实体 实体 我以为是尸体 对对对 他是杨日松的吗 我们比较从事在做 数位监视方面的部分 不是指纹辨识吗 指纹辨识是属于监视课的 我们是做手机电脑 一些通讯 就是有人在脸书上面骂瓜哥 瓜哥就可以跟你们检举 这样子 不是 他是把那个电脑 恢复到过去消掉了 可以找回来 是是是 常常看电视有 CSI 然后有其他的警察影片 其实我们会觉得警察 当然是辛苦 但是也会觉得有一些东西 还蛮有趣的 所以比如说 我们在开车 然后有一个警察就敲门说 我需要你的车子 你必须要下车 让警察开走去追人吗 类似这样子 就是马上征召 如果真的遇到 也是要这么做 可是我们通常都要做好 事前的准备 所以才有办法把任务 税型的达成这样子 比较少 对 比较少 这个在国外的情形可能多 就路上哪个警惠 就要车借我用那个 对 还会选跑车 对 那个车问题有问题 也是国家要赔啊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我们今天优秀的警察 这谁的女儿呢 最后 你穿的是宝宝来参赛的衣服吗 意思 不是 这是我的制服 这是我的制服 我是消防队员 你是消防队员 对 我开消防车员 蛤 等一下 你开消防车 我知道我的长相 常常会让外面的人误会 不是啊 不是啊 消防车 很大只 比较少女儿在开的 对啊 消防车很大一台 很大 你怎么左转右转 要量那个方向啊 我看得到 那个椅子还调得蛮高的 那你看消防车 你同等敢坐吗 你开几年了 我到现在 五年的资历了 五年都一直在开消防车 是有插撞 有插撞过吗 也是多少会啦 对啊 那太难量了 那个要考驾照啊 很长 有要考驾照 对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那个云梯能升到最高几楼啊 如果是新北市来讲的话 他们叫火凤凰听说可以升到22楼 哎呦 可是建筑物都盖到80 100多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将来那么高救不到火了怎么办 那只能靠我们 或者是靠居民自己走楼梯下来了 哦 好实在 好实在的话 所以现在台湾最高能救到22楼对不对 听新竹 不是新竹 新竹现在也有 然后新北市的火凤凰 嗯嗯 他讲的是某一个单位有到的时候 不是全员哦 一般平均能救到几楼呢 全台湾 一般平均 我们是建议那个买房子的时候 尽量买在七楼一下 好 好 好 听完他们的分享后 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 因为有锦销人员的努力 我们才能安居乐业 而制作单位也由衷敬佩 接下来 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赛事 今天的规则是分组积分赛 一抽签顺序 一到十五号参赛者分成三组作达 每组积分最低者进入失败区 最终将淘汰三人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第一组上场的参赛者都 艺人代表Nono 拥有两次个比赛经验 而这次再度来复仇的他 是否已做好准备了呢 我最近这个礼拜 每天都饱毒诗书 上YouTube 把所有金头脑 所有的快问快答 所有的这个 大家以前参赛的 我全部都看了一遍 各位观众朋友 等着看我的表现吧 这一周不管结果如何 各位呢平常的辛苦呢 我们在里面给你深深之上 最高的敬意 第二 也非常赞叹你们的勇气 是 好 刚刚都没问到 所以开消防车的话 四号林氏姐你好 林氏消防队 是 瓜哥好 君主姐好 你好 你为什么想念这一颗呢 话说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妈妈出了车祸 然后被消防队救了一命 从此 就是照顾他 让他能够自由地走动之后 我就去报考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 所以是孝顺的代表 还可以 所以消防队不只光灭火 抓蜜蜂 还有什么抓 救护 救护 蓝检 帮你开门 对不对 还有那个小猫什么 掉在寒洞里面 对 他也会去帮你救 那个好像是超人嘛 就是都是消防员在做这个啊 对 我们消防就是我们的超人 对 我们期许能够成为全民的超人 是 站站站 好 第一组 请准备 请出题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将作为呈堂正宫 这段常见的对白 其实背后有一个故事 并且有一个法律宣言 请问 这个法律宣言叫什么 1.米兰达宣言 2.沉默螺旋宣言 3.世界人权宣言 4.波兹坦宣言 请作答 3.世界人权宣言 4.波兹坦宣言 请作答 4.2.2.1 你们要按好哦 不能改了哦 4个选一 施俊博选择2 2.你逮过人吗 有 有 你逮人之前没有讲这段话吗 有也是有 那你念一遍给我们听 先生你有权保持沉默 无需违背自己的意识而为陈述 2.得选任辩护人 3.得保持调查 得请求调查有立志证据 您服务的是交通大队 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树林分局 交通分队 交通世界也可以逮捕人 因为喝醉的 乱打警察都要逮捕 这种情形最多了 我觉得我从第三第四先删 我觉得世界人权宣言应该不是针对保持沉默这一项 然后波斯坦好像感觉是战争的我 然后所以我从一二选择我选择一 可是为什么不选世界人权宣言 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应该不像是那种 应该不用成堂证供吧 应该是人权的问题 代表他们是人权 你虽然被逮你还是有人权的 类似种族这种 是类似种族 波斯坦是战争的 世界人权是种族的这个宣言 他认为啦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专场的部分 但是我猜疑 消防队应该不会逮人 对 不会 我们会 那你抓到时候会不会讲 不用讲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你将来讲的 对 消防队 这一个很明显答案是1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发生在一个美国 那时候是比较早 然后米兰达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有一天被一个警察逮捕 然后警察为了要 就是要嫁祸他 然后意图给他栽赃 任何其中一个罪 然后最后 最后法官认为说 这个米兰达他最后没有事情 所以要求 以后每个援警 在逮捕的时候 要宣读以下三个权力 然后之后这个大家叫 成为这个叫米兰达宣言 好 有解释了 请公布 证据解释了 1 米兰达宣言 好 在1963年 美国一名劫持强奸犯人 米兰达在上诉时 表示警察违反了联邦宪法 强迫他招供犯罪事实 而最终 最高法院只判他7年 并解除 警察必须告诉被捕者 他的基本权利 否则证词无效 而这著名的名言 也就是日后的米兰达宣言 请出题 请问 下列哪一个 并非警队特种部队名称 1 霹雳小组 2 飞虎队 3 三角洲部队 4 黑豹突击队 请作答 2 3 4 都有人选 SWAT 是霹雳小组 霹雳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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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质 3角洲部队 摆明了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军队的特种部队嘛 对不对 看似如此 对 是 我觉得大家这题应该会选择三角洲 怎么会选到二 飞虎队看那么多 不是一定是警察单位啦 霹雳小组不用讲啦 黑豹突击队也是警察的单位 因为只有军方才会比较用到部队的称呼 对 这警队比较少用到 请公布 正确解答 3 三角洲部队 他是军种部队的 三角洲是美国军方 黑豹是法国警察的特队的经营 我们台湾其实也有 就是专门这个反恐怖的啦 反截击的啦 反反绑架的啦 对不对 台湾的部队是霹雳小组跟 维安霹雳 维安特警队 对维安特警队 就经过空降什么绳索这样训练的 他在保一在训练在受训 是我们所有警察警戒里面最精英的队队 那个训练很难的 就是要反绑架反恐怖反截击嘛 是的 对 没错 来 下面一题请准备 请出题 请问 哇 一二三四都有人选 就杰林可能不知道这个典故啦 不知道 就是以前一个皇帝很昏庸嘛 那你是我的爱妃 可是你脸整天都很臭啊 怎么斗你都不开心 可是呢 当时这个皇上有很多诸侯 就有点烽火台 比如说我有难了 我把这烽火台点起来 部队通通会赶来救你 可是你一看呢 每次部队来发生没什么事 你就很开心了 你就变很开心了你知道吗 我为了让你开心 我就去点那个烽火台 就狼来了 狼来了 后来诸侯根本就不想 就戏弄他们 才会引起你的笑容这样 在这里我知道啊 所以答案应该是三 周幽王 他算就是很浪漫的一个人 过往 可是你浪费那么多资源 大家整军带我过来花多少钱啊 他这是为了一个女生的爱啊 那个女... 哦 不是 给他一巴掌 哦 哎呦 这爱上你就是昏运 昏运 是 1号的话 夏节应该是重新魅喜 然后2号 三周幽从事那个包式 嗯 然后3号周幽王在重新那个 2号庄周幽王是打紧 打紧 然后3号周幽王是魅喜 就是大包式 那秦始王本身没有特别重来的 所以应该答案应该是大包式 秦始王是终于长生不老 对异性没有特别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3 周幽王 1号 2号跟5号各获得1分 3号2分 4号全对 所以3位1分的请到 拜不复活去 进行第二组 第二组上场的参赛九州 朱诗瑞在刚刚的历史题 有着详细的补充解释 而正式上场比赛的他 相信会展现出更强的实力 从小就看过很多 一直问大家节目 那总觉得说 如果自己来挑战结果会不一样 那可是到现在发现 其实高手录影也蛮紧张的 那希望等一下会有好的表现 那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 那如果拿到10万块呢 我要来买很多自己想看的书 然后更重置自己 请准备 请出题 平常我们利用肛门进行排泄 海参也不例外 然而其肛门的功用 却不止如此 请问 海参的肛门 不具下列哪种功用 1.呼吸 2.求偶 3.鱼的避难所 4.射出黏丝烈石 请作答 1.3.4.2没人选 这个真的好难哦 我们现在不问他们 我们现在两个讨论 你会选什么 我知道4.4应该是有 应该是没 哦我不知道1.2.3 呼吸你用你的屁股 你的肛门呼吸 好臭哦 要不然他也没掉呼吸 求偶 求偶 要不然怎么交配 求偶 但是 应该不是用肛门吧 啊 鱼的避难所 不具有这个 会出现这种答案 肯定有鱼的避难 对 那应该是 所以1.2 我选呼吸好了 从屁股 从屁股呼吸 不具下列哪种功用 肛门不具 一定有求偶的功用 所以我觉得 也是呼吸 是呼吸 因为你用你的肛门呼吸 不是就在放屁吗 这是我们俩先探讨了 林中敖呢 瓜哥好 娟丁好 你好 因为我觉得 因为 感觉海参的后面通常没有 鱼的出现 就是 不会跟在他屁股后面 所以我觉得 他应该不是 你常常玩水吗 之前常常 对 确实啦 我们在水里面 在看那个 海参的时候 很少会看到很多鱼在 在他屁股后面跟着游 因为鱼都在海草里面这样 站上去 可能他有小鱼 我们看不到而已 你有 你很会游泳喔 呃 对 还算OK 还算OK喔 有拿过什么名吗 就之前 小邦署有办那个 全国水上救生大战的时候 那 有个人是拿他第二名 阿团第一届是拿第一名这样 哦 那很会游啦 开什么玩笑对不对 以前 以前小时候是游泳队的 那这样要打捞什么东西 证据你要下去吗 呃 那个是由潜水认人下去 就是要受过潜水证照才可以 对 那你练这个干嘛 呃 是之前 因为是练体育班的 所以有练游泳 对 我以为练这个是说 要打捞证据的时候要下去啊 呃 可能 水性会比较好一点啦 比一般好一点 对 他选择三了 秉諺呢 我其实刚刚 一到四看完之后 原本觉得呼吸有可能是 因为球偶是的 鱼的避难所也是的 然后射出黏丝 漏掉最后两个字 因为不是烈石 他不是烈石 他只是可能会要驱敌 或者是要要逃难 然后要躲避 哦 你的意思说 这四个都有可能性 只是他射出黏丝烈石是错的 嗯 然后靠他的肛门 因为其实海参的构造 它其实还蛮简单的 所以他其实如果透过他的水柱 进到肛门里面 他来做呼吸作用 也是正确的 所以我选错了 那为什么你选一 对 我就想到 我因为想看到黏丝 就觉得那这个有 但我忘记看到最后两个字 对 他的认为是说 他会支持四的选项 他会射出黏丝 但是问题他不是烈石 错字做在这里 嗯 他是以保护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机制 哇 想得那么仔细 如果真是这样 你真厉害 你应该去当警察了 哈 请公布 正确解答 2 球偶 没有人选 那没关系 还好 澳洲科学家发现 海参是用国化体细胞 产生的蛋白吸引配偶 海参的肛门 可让海水进入呼吸管内 与体枪液进行呼吸作用 而当饮鱼遇到敌害时 会钻入海参肛门避难 此外 有些海参会从肛门内 射出居围式管束 用来缠住猎物 而这种粘丝中 有称为海参毒素的成分 想不到第一道生物题的难度 就让这群剿销精英们 全军覆没 而接下来的职业知识题 大家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咯 喂 请出题 请注意以下图片 请问 警徽中 警戈的羽毛 并没有下列哪一个含义 一 赤维巴德 二 五权宪法 三 七日浮擎 四 三民主义 请做答 4 3 2 1 呦 我本來想 是秉諺的答案又跟大家不一樣 就是 陳志豪的答案跟大家不一樣 思維巴德這個部分 比較傾向於說 是不是在 形容一些比較 正能君子之類的 還是說 我錯了 那是三重四 這個 那是三重四者 好 選擇七日福情都是選這個 我聽聽秉諺為什麼選七日福情 因為四維巴德 那他是道德規範 那憲法 警察正從憲法很正常 那三民主義又是 我們中華民國非常奉行的 那只有七日福情 每天都在 為大家服務是沒有錯 但是並不用特別去限定七日福情 這個解釋吧 雖然說警察工作是連續24小時問名符 但是 並沒有局限說 就是七天或是怎麼樣 那其他三個都是 像二跟四就可以先刪掉 那一就是 就是有像就是道德規範 那警察就是還蠻需要道德規範 這個到底是 這個是不是你考警察是有的題目呢 有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考過 好 請公布 正確解答 3 七日福情 我們都知道 警察的標誌為警閣 而其實警閣有其代表意義 其中 警閣雙氏 一個會大禹八之 小禹五之 唯宇三之 一含三民主義 補權憲法 集四為八德 而上面的佳和夜歲 左右各期 一含周而不始 不眠不休福情 意義很深耶 不然我們是看到這個徽章耶 那你們要注意喔 這兩天會不會出一個 那個浴火鳳凰 告訴你什麼意思啊 要喪失 今天沒有出要準備啦 請準備 請出題 鴻門宴 是當時項羽 設計要殺害劉邦的一場宴棋 請問 以下誰 沒有參與鴻門宴 一 凡快 二 張良 三 范增 四 子音 請作答 選一二有 四有三位 嗯 陳志豪 很少看歷史劇喔 這個部分 有看過鴻門宴 但是 說沒有人參與的話 這一部分沒有人 還沒有去討論過這一塊 喔喔喔喔喔 所以你猜 凡快啊 是 那凡快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凡快啊 凡快是劉邦的同鄉 喔 一起從沛縣 開始造勢到現在 凡快是他手中的大將 是凡快 很能戰爭 有點像過去的張飛一樣 那選擇二的是 秉諺 張良 是 如果 我純粹憑我的印象中好了 因為我歷史也不好 那 張良如果是劉邦的軍師 他其實是不想要他去參加這個鴻門宴 是 那 但是劉邦還是選擇去了 嗯 我的印象中 他因為不喜歡他這樣做 所以他沒有跟著他去 沒有人選三 范貞 范貞呢是項羽的雅富 喔 所以這不可能 因為他 他一定有參與 他要弄他他才能參與 紫英是 紫英是 紫英是那個 秦二是胡亥被趙高殺掉之後 忌位的盧紫英 是後來那時候是秦王 嗯 所以他不是楚漢這兩邊的 對 所以三個選四 請公布正確解答 四 紫英 這一輪的比賽呢 六七八個獲得兩分 九號沒有得到分數 十號有一分 我們九號請到失敗區 第三輪請 最後一組三賽九週 在法律體 由精闢解釋的陳四凡 也終於上場了 而有母親陪伴來比賽的他 是否能一口成績 回應母親的期待呢 個人平時很喜歡看鏡頭老節目 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夠參加這個節目 很幸運的我已經站在這裡 我有自信 絕對能夠撐到最後挑戰十萬塊 祝爹爹挑戰成功 拿到十萬塊 加油加油加油 這是我們的第三組 這是我們的第三組 張哲銘你好 如果是在那裡之前 或者是進入汽車旅館之前 可能對方會堅持的反抗 可能因為裡面有不法的行為 所以說可能會邪請我們相對去做一個協助 那有抓過什麼更怪的嗎 比較奇怪的是比較特別的 在市區裡面我曾經抓過鱷魚 鱷魚 為什麼會有鱷魚 這個當初我們接報的時候 所以我感覺也蠻驚訝的 說火車站裡面居然會有鱷魚 火車站 尤其是在火車站 尤其是在火車站 是有哪個火車站 台北的 本身是服務在台灣縣政府消防局 所以它在八安的時候 是在內立火車站 內立 是中鱷魚 對對對 那多大一隻 我們補貨的時候大概是 一米左右 那還好 我心裡想的是那種 三米的 那個如果出來的話 應該就不只是我們再會去 那就不是他們 那請動物園來 那是誰放的嗎 還是為什麼會出 後來去考究可能 或去追蹤 這個後續結果 可能是民眾棄養的 棄養的 棄養的 對 不要當醜物養養又不養 陳思凡呢 你 瓜哥見了你們好 你在哪個警局服務 我在戲子分局 很可怕是所服務 戲子分局 是 有碰過哪些名人嗎 瓜哥 我就知道了 你是做了什麼事 是什麼事情 可能是瓜哥好像有一次被車撞的樣子 在錄 在好像是在大陸 不是我的車被車撞 不是我被車撞 被車撞 我想起來了 五六年前 我的車停在那個 紅綠燈在等 紅燈 我就突然看到一個轉 轉彎 對面一道車這樣 我沒有注意 因為我是高的休旅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部車 撞到我才想 看到有一部車這樣 紅燈它不停 就撞到我這裡 卡到底下 卡到我的車底下 然後一看 怎麼有人車都撞到我們這裡 然後就看他一直拚拚倒車 你知道嗎 一到他的安全把 前面的那個 對 鞋子 掉下來 他就 又開走 開不到一公里 他已經汽車人逃掉了 真的假的 車就放在路邊 人就跑掉了 一個輪胎根本就沒有風 沒風 我就下去看看 人也不見了 後來我就到報案 結果報案 他第一個動作 不是叫我做 欸 九測 蛤 我九測 測完之後 我把事情通通的跟他講 那你就見到我 好像不是很親切啊 當時 那時候 因為 我還在偵辦一件 那個少年機車切斗 其實我很想跟胡瓜要簽名 然後合照 可是我要維持我們警察專業的形象 所以先忍住 對啊 你就開紅單 那就是簽名 你說什麼 警察那麼辛苦 案子多少 你光問筆錄打電腦 這個就很辛苦 那很久 要開玩笑的 來 謝謝你們 請準備 請出聽 請注意一下歌曲 手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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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永遠 在你左右 不要再空 請問 剛剛聽到的歌曲 手牽手 其創作背景為何 2 921大體震 2 防止SARS 3 紀念鄧麗君 4 對抗盜擺 請作答 4個2一個1啊 921大地震 跟SARS防止的時候 剛好本身有參與到一些情物 那印象中好像 在其中一個好像有聽到這一首歌曲 那記得那個歌曲好像是互助的那種感覺 那可能就直接反應想說 1921大體震 沒有覺得是SARS 為什麼是SARS 因為就是那時候就很多 就護理人員就是都是 就是因為SARS感染 然後而過世往生這樣 所以他們就是要就是 創造一種就是 手牽手我的朋友 就是感覺要聯合起來 就是抵抗SARS這樣 對 但是他不是同時說 你要先洗手 然後盡量是不要去碰別人 他這個手牽手 不是真的手牽手 對 就是我們要團結在一起 對 團結的力量 雖然不牽手 但是我們還是要在一起 不要因為不牽手 就不理對方 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這樣覺得 可是一般會作曲的 等你去當然不可能 可9AD 我們真的還想不到什麼歌 所以防治SARS有可能 請公布正確解答 2 防治SARS 在2003年時 非典型肺炎SARS 在台灣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 當時歌手陶哲和王力宏 創作了手牽手 並集結了80多位歌手 共同演唱 並呼籲全台民眾 共同渡過難關 而這 也是繼民國74年 明天會更好 台灣歌壇上 另一次深具意義的創舉 請準備 請出題 歷史上 有許多案件 至今都尚未找出真相 我們稱之為懸案 請問 下列哪個歷史案件 不是屬於懸案 1 開堂手捷克連續殺人案 2 黑色大梨花事件 3 約翰藍龍槍殺案 4 巴仙飯店滅門血案 請坐塔 請坐塔 2 明明選啊 示範你選3 是 因為我知道 對 對 我只知道那個 巴仙飯店是香港的那個懸案 沒有 沒有 然後1號 是 感覺是電影的情節 然後黑色大梨花 這是 事實上真的有這個事情 這個是有被拍成電影過 對 台灣其實也還蠻多 也有些懸案 像劉邦有那個也沒破 對不對 也是屬於懸案 OK 請公布正確解答 好 下面題請準備 請出題 請問 2 請舞王 3 東進校武帝 4 北魏校文帝 請作答 1、2、3有人選 哇 真的有這個人 對 落在塞坑裡面 對 驚邪 然後就悶死在大便裡面 哇 那這麼臭死的 喔 好慘喔 慘啊 因為以前的廁所就不像現在 是一整個 對…一大便的 而且不是自己的大便而已 是大家的大便 是大家的 沒有啦 君王大概就是妃子跟他的吧 真的嗎 因為他自己一定有專用的嘛 怎麼可能大家一起大便 也是啊 對 可能被自己大便嗆死 或者出巡之後被大家大便嗆死 這個故事我們就不知道 好 我用三曲法 第三格跟第四格 感覺都是還不錯的君王 嗯 然後又剩第一個 第二個再選 嗯 好 我想那個 井應該是 那個進井宮中間那個井 然後第二個選上是 琴王中間那個 那個我覺得 舞的評價比井好 你一次算筆劃就對了 哇 現在算名字可能名字比較好 所以我感覺是進井宮 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三是應該是不可能 可是琴舞王 我就一直覺得 感覺是他也 嗯 周信念 我也是用三曲法 我三掉一跟四 我二跟三的選擇 嗯 然後就會決定是三 嗯 好 請公布 正確警告 一 進井宮 哇 這筆劃算得還好 來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金頭腦曾經有出過議題 被地震嚇死的皇帝 慕容德 根據十六國春秋記載 南宴廣布城發生地震 慕容德十分緊張 想到當時的災害天遣論 後來又發生更強烈的地震 慕容德是個生病的老人 也因為這個地震被嚇死 而這位被奮變嗆死的進井宮 也不遑多讓 他是春秋時期 敬國的君主 曾崩拜楚國及其國 但他的死 在左傳中 只有這樣的紀錄 僵石 杖 渠策 憲兒圖 意思是指 進井宮 吃了麥洲 忽然覺得肚子痙 就去上廁所 結果一陣心痛 站立不住 跌入廁所內 因此活活被大份嗆死 經過分數統計 陳思凡 以三分成績晉級 如此優異的表現 相信在場邊的母親 也為他感到開心 而其他人 也要注意這位 將成為黑馬的強者 分組積分賽結束後 共有六人落入失敗區 他們將馬上進行敗部復活 最終將有三年 會遭到死胎 在失敗區呢 金一色都是男生啊 各位 今天我們就三位回來 三位要離開這個舞台了 搶答題請準備 請出題 中國歷史上 有許多憤苦讀書的文人 有些更因家中貧困 而想出一些特別的方法 來繼續探索知識 請問 下列故事中 哪一個 並非只用功讀書 一 牛角掛書 二 懸良刺骨 三 鑿筆偷光 答案是四 四 對或錯 投筆從榮 投筆從榮 為東漢班超的股市 他是史學家 班標之子 也是漢書的編傳者 班戶的弟弟 他們三人 合成三班 班戶年輕時 原本是抄寫文書的 但他覺得大丈夫 應該為國家立功 於是他把筆給放下 蓋去從軍 卻也立下了豐功偉業 並留下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的千古名句 沒有站在台上 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緊張 幸好最後一 幸好我答的那一題 真的是冷靜下來 而獲得晉級的機會 感謝你 評出題 你一定會有這種想法 為什麼 當別人騷你養時 你會感到渾身不自在 但如果自己騷自己養 卻不會有養的感覺 請問 為什麼自己騷自己 卻不會養呢 1 神經系統 沒給予警訊 1 1 神經系統沒給予警訊 對或錯 好 恭喜黃一文 謝謝 謝謝 好 選項都沒 喂 自己會有準備 對 心裡有準備 你總會起開 別人你沒有起開 好 繼續 請準備 請出題 自古美人是英雄 被人們傳為佳話 唐初 就由美人 紅服女 獨具慧眼 在雲雲眾生中 辨識了兩位英雄人物 一位是她的丈夫 另一位是她的結拜兄長 請問 請問 紅服女的丈夫是誰 1 李渊 2 李靖 3 李廣 莊聖浩 我猜2 李靖 李靖 對或錯 恭喜莊聖浩 我記得有一集我們的文史裡面 有探討到這個嗎 很感謝 有第一次來攝影棚錄影 那 本身是 那個 我們長官是 全部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是滿低調的 怕表現得不好 你低調 低調是還好啦 就是說這一集 可能有時候長官不一定會看到 是啊 如果五集我就覺得很難避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主持人 給先生一些什麼話 呃 就是很可惜啊 就淘汰了 可是我覺得 有機會來參加這個節目錄影 我覺得非常的新鮮 非常有趣 NONO 參賽感覺 其實我瞞著我的經紀人 還有我的老婆來參加這場 瞞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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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對今天文史題蠻多的 對 表示我這個 綠石這一塊還蠻弱的 周興燕 第一次來上節目真的非常緊張 跟在家裡看電視真的不太一樣 嗯 對 希望能夠再加油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再來參加 是 謝謝 謝謝你們辛苦了 來 歡迎送三位 謝謝 謝謝 第一天的淘汰的三位 金頭腦明天見 在今天的淘汰 可以拍拖請小青英文 展現出豐富的經驗 只是 這也讓我們期待他們往後的表現 很高興可以晉級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想到說 呃 怎麼快就會掉進敗部裡面 然後 能夠晉級上來真的是非常開心 然後我還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大家 你知道憲兵徽章上的動物是什麼嗎 好可惜 NO哥不在 NO哥是憲兵的 就是憲兵走才會自動你 我現在去提休了 因為提休是招牌的 那麒麟好像長得不太像 所以是二跟四在選 請鎖定明天晚間十點 超市金頭腦 好可惜